我來這邊 OK 再來的話呢 這個平均 Average 這個其實用的還蠻普遍的 那在這個自動加總 在2010常用的介面上面 也會有一個這個按鈕 那這邊也會有一個平均值 那平均值的部分的話呢 你按下去也會自動幫你去找到範圍 如果這個範圍不正確的話 你可以重新再選取 給它一個範圍 按打勾之後呢 自動幫你做一個平均 那往下填滿當然就自動呢 幫你做一個平均值 不過呢當然跟前面那個 sum if 也有count if 那同樣呢也會有一個叫 average if 不過呢特別注意喔 這個 average if 你可以找一下就是說呢 在這個差異點 差異的部分呢 就是在2007以後的版本 才會有那個 average if 你打一個 av 往下找 Average 這邊呢就可以看到有沒有 Average 而且還有 average a 然後 average if 然後 average if 這個 average a 平均值 這裡的話多一個那個 可以計算那個 這個文字喔 跟那個false 那average只有數字部分 只有數字部分 只有數字部分 可為數字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要平均什麼呢 平均像什麼呢 true或false 比如說裡面條件是 true或false 2003的話呢 就不適用了 在2003沒有這個函數 2007以後的才有這個函數 所以這一點要特別的注意 因為我前面之前教 2003的時候是找不到這個函數的 2007突然就可以用了